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接了个电话是一个记者打电打过来的 他问我说哎蔡老师能不能评论一下这引力波 然后当时那个下巴就差点掉下来了 我说我这辈子从来没遇到过 谁关心过我什么引力波的这个科学 哦连记者都能看出这东西有多重要 对于是呢 对连记者都知道它的重要性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有一个学科叫做宇宙学 实际上啊面对浩秒的星空 任何人都会对这个宇宙感到敬畏和兴趣 但是呢在古代啊 我们还完全没有办法用科学的办法来研究宇宙 所以呢我们看到的 无论是中国古代的两小时辩日 还是德国哲学家康德的二律背反 其实呢都只是一些哲学层面的语言游戏 但是呢到了20世纪初啊 爱因斯坦提出了广义相对论 哈勃通过实验观测 发现宇宙在膨胀 从此之后 宇宙学就脱离了哲学 变成了一门科学 后来呢这宇宙学啊取得的进展之多之大是令人惊叹的 我的同事科大天文系的 蔡依夫教授就是这个领域的一个活跃的研究者 大家好我叫蔡依夫 我的研究领域呢 叫粒子宇宙学 那么他顾名思义是粒子物理与宇宙学的 这么一个相互融合的这么一个学科 那么你们研究的这个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 无外乎就是研究我们的宇宙的过去 今天和将来 希望通过一个合理的这么一个理论 先去理论性的假设性的去描述它的整个的演化历史 然后呢去与我们现在的这个宇宙学实验观测进行比较 看它的吻合程度有多好 那么如果说通过这些实验观测验证了 或者说确定了在当前的有效范围内 这么一个理论是正确的 那么我们可以拿这个理论去预言我们的宇宙 未来可能存在什么样的命运 你们做出了什么样的预言呢 这个关于宇宙的这个命运的预言 差不多有一百年的探讨了 那个时候咱们人类的这个宇宙学观测 也就天文学观测 还没有逃离银河系 我们那时候就有点像井底之蛙 就一只青蛙坐在井底 我只看见了那么一小块天 但是就凭着那么一小块天 特别是爱因斯坦 他猜测出说我们的宇宙可能在更大尺度上 它是各项均匀各项同性的 我们把它叫做宇宙学原理 就是cosmological principle 到了这个三十年代 这是美国的这个天文学家哈勃 对 他呢有一系列的这种得天独到的这个一个优势 有了一个天文台 然后有了当时最先进的一个天文望远镜 那个望远镜我要没记错的话 那个口径大概已经是六米 五六米的这个望远镜 他应该说是第一个真正把视野投到银河系之外 并且呢看到了系外的这些 就是那个星系的演化 所以在那之后的话 那么我们逐渐就开始了 对于这个大爆炸宇宙学的这么一个建立 大爆炸宇宙学的这么一个演化历史 从他的一开始的创生呢 事实上就跟微观世界是 的一个疑问 是密不可分的 为什么呢 在那个时期 在四十年代的时候 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的时候 有很多的人在问一个问题 我们的宇宙中 它的元素的风度是怎么来的 一开始是跟这个宇宙的动力学转化是没有关系的 他只是在问一个元素 它是一个微观世界的问题 当时像这个Gamuf 这个还有这个 还有他的这个Alpha 还有一个Beta 最早利用 当然那时候还没有用了粒子物理 那时候用的是 仅仅是用了核物理的知识 提出一个大爆炸理论 所谓的叫做原初核合成 对 然后在这个原初核合成被提出来之后呢 很快他们就通过计算 能够给出来了几个非常重要的 应该说是理论预言吧 一个理论预言就是关于我们宇宙中 最主要的是 它们应该是氢 然后是氦 小部分是氦 那么剩余的这些是元素呢 是非常非常之少的 它们是如何通过氢和氦合成算 这就有其所在了 对 并且呢 在那之后呢 其实他们就已经知道了 我们的宇宙应该存在着一个 当时的条件是无法可见的一个微波背景辐射 最早是算出来的温度有点偏差比较大 在最早的时候是 我记得一开始算出来是大概是50KV OK 错了一个量级 对 然后呢 再花了将近十年的时间 再把它纠正到大概四个KV OK 这已经差不多了 对 它们又花了十年时间 到了大概六十年代的时候 就降到了三个KV OK 然后六三年的时候就发现了 宇宙微波背景辐射这个实验在 呃 就是被那两位 Pongiano and Werson 对 他们两位这个是 就是贝尔实验室的 所以这个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这么一个发现 在当时应该说是 呃 被和其他的三个天文重大发现 被誉为当时的这个呃 上世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 这个整个天文的四大发现 那个时候 我们人类对于这个宇宙的认知 特别它的动力学的认知哈 仍然是以这个稳恒态宇宙为主流观点 包括包括这个爱因斯坦在早期的时候 您说的是到六十代还稳恒态不是吧 到了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都还是稳恒态是主流 啊 那时候大爆炸不是已经提出来了吗 提出来之后 一直到这个被实验这个验诊 才 就是说到六十年发现这个微波背景辐射的时候才算是验证 对才被验证了 对在那之前的时候 就还是停留在一个理论上的一个图像 所以比较有趣的是这个背后有一个故事啊 就是关于这个 Hoyer的故事 我听说过我听说过 Hoyer是个传奇人物啊 他是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传奇人物 他是一个非常知名的英国天体物理学家 应该说在当时关于宇宙的这个认知宇宙的研究哈 他应该是代表了最所谓的主流和最前沿的这么一个方向 并且呢他的一生是坚实的捍卫着吻恒态宇宙 但是他的一生的贡献呢 却为推动大爆炸宇宙学的发展 特别他的创生啊 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曾经有一次呢 他接受这个BBC的当时的电台采访 然后BBC就问他关于这个大爆炸理论的这么一个 当然没有大爆炸这个名词哈 就说这个宇宙膨胀说是怎么一个看法 于是他就非常不屑并且很讽刺的说了一句说 我从来不相信一个所谓的Big Bang的Theory 的一个大爆炸的理论 I don't believe in the Big Bang because there have been a theory rather well worked out of how the Big Bang is supposed to 这个词是他提出来的 对他一生最反对的理论 实际上这个名词就是这个名字是他取的 而且他很有趣的是什么 在这也是个很小的一个小插曲啊 这个如果大家读过这个霍金的时间简史的话 可能了解到霍金在最一开始 去求学的时候找的就是霍尔 霍尔是他导师 没有霍尔把他给拒之门外 他把一个非常有天分的一个学生 一个未来的这个燃燃的知心哈 拒之门外以后呢 轻手把他送到了大爆炸宇宙学的这个领域 用我们现在流行的话说这个我们不知道川普称为川建国 霍建国 非常感人的故事 在这个六十年代之后这个大家发现了这个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并且呢开始有逐渐更多非常详细的这个观测以后 还有结合当时的这个光学的这种天文观测哈 我们逐渐的越来越多的人就站到了这个大爆炸宇宙学的这么一个 这个阵营当中 那现在还有人相信吻恒泰宇宙理论吗 一定程度上讲 吻恒泰宇宙总会有那么一些人会去想办法去挽救的 这就像直到今天 我据大家这个是这个课外话 还是会有人去相信地球是平的 这两个学术的性质还是差老远了吧 对 那么大家就回到了当时这个 当我们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大爆炸宇宙学之后呢 于是呢就开始也随着这个美苏这个冷战的这个升级哈 他们两个国家都在想办法想要就是说设计实验去精确测量 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去寻找其中还有更多什么样的奥秘 那么美国的这个宇航局就是NASA 他是这个80年代立项 然后呢是呃宣布呢开始去发射卫星实验去精确测量 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那么这个卫星是1989年发射上天 然后叫做COBE 那么这个卫星呢上天之后运行了三年1992年 是开始公布数据 那么这个实验非常非常重要 他其实做了几个非常重要的共享 一个就是说精确测量了温度 在那之前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宇宙温度到底是三开尔文 还是二连九开尔文 还是二连八开尔文 并且呢在那个时候 他把一些这个 比如说这个卫星的自身的轨道的这个扰动扣除之后 隐约的发现这个这张照片上面就是宇宙的这种迷底照片哈 有一些温度上的涟漪 他还是有些起伏的 他并不是完全均匀的 对 这个就是有趣之处了 他这个应该说是第一次人类发现了我们的宇宙的温度是有这个涨落的 是 所以这个工作后来是在2006年被授予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对 就是当时两位嘛 一个是George Smoot 还有一个George Mason George Mason非常有趣 他当时1992年那个时候 在这个公布这个数据的时候 他们都是实验家 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这个公这张照片的意义所在 重要性哈 所以当时这个新闻发布会这个现场呢 他作为一个实验特别是一个非常耿直的人哈 所以耿直boy哈 magic in the process that made this possible for the team and I got I was pleased and privileged to be one of the conductors of that process 那么他就很老老实的把他们的发现全从头到尾讲完了 没有任何的这种戏剧性 直到他把这个报告做完之后 底下沉默了这个一分钟 大家有问题可恶了 不 结果大家踊跃的爆发出来了雷鸣般的掌声 哦 连记者都能看出这东西有多重要 对 于是呢 对 连记者都知道他的重要性 这个科学家 除了他自己之外 对 然后呢 所以有一张非常有名的照片就是 John Mason 就是报告当中手指着这个他的这张照片 然后呢 手舞足蹈哈 这张照片 事实上是报告讲完之后 记者让他 摆拍了 对 记者老是干这个事情 所以在那之后的话 慢慢的 就是说 进入到了 就是说 一个人类去精确测量这个宇宙学的这么一个时代 所以第二颗这个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卫星实验呢 是在19 呃 应该是 呃 我想是 99年 99年发生上天 然后呢 大概是2002年 03年开始这个 01年02年就开始公布数据 这个第二个卫星呢 就是WMAP就威尔金森各项异性探测器 所以这个非常了不起的是什么 就是在过去我们的这个实验观测的这个这个温度 这个精度啊 大概是10的-3次方开尔文的这么一个掌落 一下子把它提高了大约是10的-4次方到10的-5次方开尔文的 这么一个 两个量级 呃 两个量级 OK 对 那么 这个之后的话 这个呃 这是美国人就是发射的第二个卫星 那么在一定程度上讲 美国人在这个科学实验的这种态度和他的这种成本的考虑上面 他是非常认真的 所以他们在做这个实验设计的时候 他们提出了用一个机械智能的方案 所以这个卫星当时设计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使用寿命大约是两到三年 但是这个卫星最后是超期服役了将近10年时间 一直到这个2009年的时候 这个人类的第三颗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实验 就是这个欧空局 这是轮到了欧洲啊 OK 欧空局那时候还是刚刚推出欧元啊 对对对 所以比较阔气 对对对 比较阔气 于是呢 他们发射这个第三颗卫星呢 叫普朗克卫星 哦 感觉普朗克是这么来的 对 然后呢 普朗克卫星 三者之间是一个接力的关系 从Kobe 然后到WMAP 然后到普朗克 普朗克 对 那么普朗克卫星呢 这个欧洲人的这个都是一种贵族情怀 所以咱不缺钱啊 好 那咱就用这个液氮液氦去做制冷 OK 于是呢 这个液氮液氦制冷呢 它有个困难 就是他 你一旦做制冷 它会泄漏 它会有一个使用寿命 所以 普朗克事实上 从09年发射上天 到了2012年13年的时候 就已经停止运转了 普朗克 他成功之处在于 他在原来的基础上 做了更高程度的一个精度的提高 大约提高了 又提高了1.5个数量级 那现在能超时的负六次方 时的负六次方 时的负七次方 这个附近 并且呢 在此之前我们测量 只能测量他的这个 幅度的大大小的变化 它现在就加上相位了 对 相位 然后呢就是 也就是他的这个极化 就是他的偏振 所以 呃 他应该说是第一个精确的 做了一个 呃 就是 这个 CMb这个光子中的这个偏振啊 其中一模偏振的这么一个 巡天测量 嗯 您刚才说那个CMb就是 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对对对 对 所以 截止到目前呢 我们 我们走到今天实际上是基于在过去的这近半个多世纪的这么一个理论发展 以及过去这几十年里面的这个实验上的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 OK 走到今天的 那么根据这些实验观测 那你们是做出了什么样的理论的预测呢 我自己哈 是从我自己从事这个粒子宇宙学特别是围绕这个宇宙早期的这个研究 呃 应该说是2006年开始做的 当时我在高等所跟张新铭老师 呃 就是我的一个就是另外一个导师呢 是这个张新铭老师的一个好友 是呃在美在加拿大的麦吉尔大学的一位这个首席首席科学家就是 Robert Brandenburg教授 OK 他当时呢是处于一个Sparticle就是带星休假 然后呢看到他来了以后我们我就过去主动跟他交谈 对 然后呢我就问到说这个宇宙早期有什么可以去关心的 对 于是呢他就给了我一篇哈在当时跟那个呃 Fabio Finnelli他之前的一位博士后现在是在日内瓦大学的一个教授 嗯他们在一起当时有一篇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一篇文章是01年发表的 他给我说哎这个你可以自己去寻找一些答案 然后呢当时年轻年轻气盛也不了解也不知道这个江湖水深 于是呢把这个文章拿回来以后呢我就那当天晚上就开始在重演他的计算结果 哦然后第二天发现一个错误吗 第二天我就去敲他的门我说Rob的先生我发现你这个文章里面有好多错误啊 不是一个错误而是好多错误啊 然后Rob的对Rob的Brandenburg这个就说他我们都是很耿直的 然后他说哎这是黑板你还是算吧 那我退演完了以后我告诉他哪个地方他应该去做修改哈 然后当然他这个时候呢就是Rob的先生呢就是露出了一次这个欣慰的笑容 脚狭的微笑哈哈哈哈就问我说你对这个方向有没有兴趣 因为这篇文章探讨的就是宇宙的奇跃 那么到了这个2012年的时候啊就是那个时候是我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完成了第一期博士后啊 当时的这个合作导师就是Demian Eason 他也是个很年轻的一个导师哈 然后呢在和这个Rob的Brandenburg我们三个呢提出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宇宙如果是不是来自大爆炸的话 那么它可能来自什么样子的起源 那么其中一种一种很重要的一个理论起源就是所谓的反弹起源 但是如果它真的是一个宇宙是从一个收缩宇宙反弹到今天的膨胀宇宙的话 我们理论上需要具备哪些条件才能认为这么一个理论图像是正确的 这需要解释一下就是什么叫做不是来自于大爆炸 前面不是已经说绝大部分宇宙学来都公认这个大爆炸理论正确了 为什么又说为什么会提出这个提示 所有的这个物理理论都逃不过一个认知 那就是所有的理论它都有一个有效范围 那么大爆炸宇宙学其实从它的诞生开始 例如说它最一开始它去描述的时候是描述的 我们宇宙在创生之后三分钟才开始有效 为什么是元素合合成 这个最新的这个原初的元素合合成 是大爆炸之后三分钟到二十分钟才完成的这么一个时期 我们乘坐这么一个宇宙列车 真的是随着时间繁衍回溯到了138亿年前 精确到这么一个时间段之前 我们会发现所有的列车都回到了这么一个处事点 这个出发这个始发站 而这个始发站呢 会有太多太多的这些粒子的这个积累 导致了在这一点上它是一个无数大爆炸 包括它的温度包括它的能量密度 这是在数学上还是在物理上 都是无法让人去难以想象难以去理解的 这就为什么导致了另外一种可能的这种 宇宙学图像就是认为 我们可能有过一个这么一个反弹 就类似于一个列车的一个枢纽 那么是所有的列车 你从一边从另外一边是进来 然后从这边又一起出发 但是呢它又不会是遇到这么一个发散点 关键就是说这样就避免了无穷大是吧 所以就没有任何一点是特别的 对 我认为我在这个领域做的最重要的贡献 实际上是在一二年的时候 用一篇文章去举例说明 我们是有可能有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反弹 这个完美是怎么定义的呢 一个所谓完美的反弹宇宙 我们是认为就像刚才一开始所说的 这个列车从一个收缩宇宙 慢慢的开进到这么一个所谓的终点站 而这个终点站对应的是一个膨胀宇宙的这个始发站 是吧 那么我们能够让所有的列车在准时到达这个终点站 并且呢 有条不紊的穿越过这么一个这个枢纽之后呢 能够又同时能够发射出去 就是开始准时的发吹 非常感谢这个蔡老师向大家介绍了他们这个学派 就是这个反弹宇宙学这个学派的这个现在双方 那么实际上呢 那这就让大家明白这个宇宙学它仍然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前沿 它还是有很多个学派在竞争的 那么请问能不能介绍一下还有其他哪些学派 关于我们的宇宙的这个起源的学派问题啊 应该说在目前应该处于一个百家争民的一个状态 应该说最主流的当然是一个基于一个大爆炸 并且呢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 嗯 衍生出来的一个所谓的暴涨理论 它描述了我们的宇宙在创生之后 大约十的三十四方秒左右的时间 它的体积被放大了大约十的八十四方倍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迅猛的一个加速过程 那么这个图像呢 事实上是为我们的宇宙中今天所看到的 比如说大树结构形成 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起源 就是它的种子怎么来的 嗯 这是一个我认为是目前是最主流的一个学派吧 并且呢很多的这个实验观测 也是瞄准了这个暴涨宇宙去检验和验证 那么除此之外 还有就是我刚才所介绍的反常宇宙学 嗯 那么它认为我们的宇宙是在反 这个大爆炸之前呢 经历过一个收缩过程 是 并且呢通过一个非奇异的一个反弹项 所以你们这个宇宙图像个漏斗是吧 是这样两层粗然后终结析这样一个 对 在时间上是一个漏斗性 那么你们跟这个暴涨是什么关系呢 你们认为存在暴涨吗 嗯 反弹的主要目的是去解决大爆炸的起点问题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话题是 由这个George Ellis 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例子宇宙学家 嗯 包括像这个Robert Brando的本人 他也参与过就是认为我们的宇宙在极早期啊 嗯 可能会由于一些就是比如说量子引力的效应 嗯 使得宇宙在极小尺度上是不可被压缩的 嗯 例如说它是个弦论所描述的这么一个宇宙的话 嗯 那么它就会有一个最小尺度 嗯 那么它的 听起来有点像普朗克尺度那种感觉 嗯 弦论的尺度比普朗克尺度的稍微要再大一点 OK 要宽松一点 嗯 对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宇宙不可不够压缩的话 它也就是说会无限的趋向于一个 看上去是一个静在宇宙 嗯 嗯 这个叫做Emergent Universe 就是叫做浮现于宇宙模型 嗯 那么这个研究的相对来说是比较冷门一点 而且它的这个 在跟实验上的结合是缺 缺乏很稳定的这么一个衔接 OK 你们主要的预言就是对于那个微波背景辐射的这个晶细结构 晶细结构 OK 其实特别是它的原初引力过 所以这为什么我们现在非常重要的一个科学目标就是 特别是下一代的 不光是我们中国 在国际上也是 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科学目标 那就是到目前为止 中国还没有在这个这个实验观测这方面做贡献 这是我们下一个目标的奴隶目标了 对 嗯 中国 关于这个问题是非常有趣的 嗯 咱们中国实际上在 早在20 大概是10年的时候 事实上咱们中国的一些科学家 他已经提出来过 做这方面的这个尝试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中国在南极的这个昆仑站 实际上有很多的这种科考这个实验的布局 嗯 但是呢 这个条件仍然是非常非常之艰苦 而且这种 呃 应该说它的这个科学的这个准备啊 应该说还是差的比较远 所以一直到2014年的时候呢 呃 由这个这个中科院高中所的这些一些科学家们提出说 呃 能不能在这个咱们中国去寻找 合适的这个观测台指 在做地面实验 因为咱们做实验啊 咱们就是说 麦子布子不能卖的太大 对 对 所以第一步想要去做实现这个这个测量的话 我们需要从地面上做实验 然后我们将来可能会考虑这个太空实验 我们如果做地面 宇宙微微背景辐射实验 我们的这个最重要的科学目标 或者说是其中令人最兴奋的点在什么地方 我们当时就在认为 有可能能够去寻找来自宇宙早期的引力波型号 原初引力波 对 就是原初引力波型号 那么这个当时呢 提出来之后呢 也是经历了相当长的这么一个 磨合和挫折哈 2016年 发现引力波是吧 对 这个就大大的推动了我们对这个事情的重视 在这个2016年的 我记得如果没有记错是2月 就是大年初四 就是春节的时候 对大年初四 我的手机响了 接了一个电话是一个记者 打过来的 他问我 我说蔡老师 能不能评论一下这引力波 然后当时那个下巴就差点掉下来了 我说我这辈子从来没遇到过 谁关心过我 什么引力波的这个科学 到了2016年的12月 2016年底的时候 那么这个项目呢 就是正式被中国立下 那么在地面做实验的话 它就依赖很强的依赖 我们的台指的选择 我们把目光转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就是咱们所谓的这个世界的第三集 也就是咱们青藏高原上 海拔5250米 不算太高 离珠沫拉马峰 还差大概3000米左右 对 这个在这个地方呢 应该说是我们找到了我们的理想地 非常完美 那么它的这个大气中的这个水气含量非常低 是 然后呢非常干燥 然后呢一年中的这个可视这个天气 就是可观测的这个天 能将近有一年中有一半的时间 可以适合观测 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理想 作为一个对比呢 那其他地方的这个可观测时间 能在多少个地方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吧 咱们这个国际上 这个天文的一个观测的一个 就是一个圣地 夏威夷 OK 夏威夷是圣地 对吧 在夏威夷 它这个是非常合适的 因为为什么它是一个在一个岛上 然后呢在岛上的周边 应该说还是因为靠海嘛 还是有水气 在它的中间的时候 一个啪的一下子 拔出来了一个四千多米的一个高峰 这个Monaki就是这个四千多米高峰 在这个顶端 那么突然的把这个 你要知道这个海拔超过这个三千米左右 平均每一百米 它的这个气候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超过这一 也就是从这个三千米朝上 大概一千米的这么一个这个距离 就能够让这个水气能降到 合理的这个环境 那么这个应该说是在目前为止 在这个国际上 应该是最理想的 Monaki的那个理想的这种观测 一年当中最多最多 也差不多也就只有半年不到的时间 所以说应该在这一点上讲 我们西藏的阿里 应该说是可以跟这个最好的 国际上最好的这个观测点 是可以去相媲美的 那现在什么状态 开始建设了吗 已经开始建设了 太好了 对 我们这个阿里项目 如果有机会大家 欢迎大家有机会 好啊 接着目前我们在那边的话 已经完成了它的观测仓的建设 以及这个望远镜的这个基座建设 关于这个阿里CPT的这个项目 我认为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么一个 咱们中国推出的一个 属于自己的引力波探测项目 而且在目前为止 咱们虽然说中国已经开始了 这个关于引力波探测的一个 全方位的布局 要承认的一点就是咱们中国在这方面 应该是起步是晚了很多 他们在早在这个 比如说卫星实验 89年就上天了 对吧 那么在地面实验上面 我们也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 但是呢 很巧合的是 应该说这是大自然赋予我们中国的一个礼物 目前为止所有的这个地面 与微波背景辐射实验全部都是在地球的南半球 要么在南极 要么在智力 都在南半球 那么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就是 如果我们要看夜观星象 要看这个天 我们不能只看南半球 但是呢 这就要靠一个就是 老天给不给这么一个理想的观测点 那么目前为止 北半球的最理想的观测点 就在西藏阿里 我们应该说是上天附用的一个理论 这应该是我们对全人类负有一个责任